接着带你来看到花莲渔港内的假日渔市 在渔市内有酒家水产以及小吃摊商 经营了都是超过20年以上 虽然食物新鲜美味 却给人环境老旧的印象 加上土地不在花莲商港范围内 花莲港物分公司不在成竹使用 而花莲渔港渔市二期工程目前任在施工中 而渔市业者相当忧心 能否在12月完工也是个未知数 花莲渔港观光渔市第二期工程至今还在施工当中 而渔港内摊商所使用的土地空间 不在花莲港的范围内 花莲港物公司也不在让业者成竹使用 业者都期待能够签一致 花莲渔港渔市第二期工程的观光渔市场内 不过目前还在施工当中 完工期仍旧是未知数 你们会想签过去吗 我们还是要配合他们宣政府的 宣政府的 所以之前有讲过说要签过去就对 对 可是那边那还没好 对啊 像那个水溝啦 你看像是像这样子 都卡住了 他们那边水溝是小小的 而旧有的渔港假日渔市 以经营贩售水产鱼鲜 熟食小吃店家为主 均为铁皮屋搭建而成 位置不在花莲商务港范围内 据了解花莲区渔会的旧有办公大楼 也在此次的拆除范围内 大楼内有冷链设备八套 以及户外的六间冷冻设施 总计十四套 冷链设备也都将要拆除 也将会影响到渔民在渔获的保存 以及渔汇的营运问题 记者凌桀 华林市采盟不到